首相杜斯里安华近期连续奔走多个国家 但是行程的费用却引发争议 安华解释 虽然出访团中有私人企业的代表随行 但他们都是自费 而且还共同分摊了航班费用 安华强调一切程序都是连接的 不明白为何会遭到质疑 他更质问 难道我国已经进入疯狂的时代吗 首相安华早前接续前往中国 埃及沙地阿拉伯 秘鲁和巴西访问 连串行程不仅加强我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 更为我国招商引资 不过出访团中有多家私人企业的代表 引发外界质疑 尽管安华早前解释 航班费用由私人企业承担 政府发言人法米昨天也进一步解释 政府租用马航客机 节省了近百万令吉公帑 但争议似乎越渺越黑 安华今天在吉隆坡出席 昌明政府两周年庆典上 用半疯狂来回应批评者 他解释 随行的商团代表 包括国油 沙布拉能源 顶级手套和半导体公司等 都有潜在的投资商机 而他们全程自费 还共同分摊飞机费用 合作只有 安华还举例 就连他任向这些年来 不领首相薪水 也能成为他人嘲讽的课题 在野党议员甚至批评他作秀 他解释虽然没有首相薪资 但他和妻子 都有领取国会议员津贴 已经足以应付开销 他更笑称自己并不穷 安华认为一些人只会批评 却没有提出建设性意见 在他看来 这就是狭隘政治的体现 他希望国人将心力 放在对国家 更有建设性的课题上 别沦陷在无根无据的 无理攻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